共享出行也是今年CS非常火热的概念之一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汽车 那在这股浪潮当中呢 除了有Google百度这样的科技公司 也有传统的汽车厂商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 沃沃汽车集团亚太区产品副总裁吴振浩 August 吴先生为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August 欢迎 谢谢VV 很高兴来到这里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出行的概念 那您觉得在今年的这个CS上 您觉得哪一些的这个共享出行领域的产品 让您最耳目一新呢 共享出行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整个Vegas在交通非常堵塞的情况下 基本每个大的酒店都有Weaver和Lift的这个上车点 然后我觉得整个其实包括甚至看到了UberEats 在很多的这个餐馆 我觉得在美国很多的消费者心中 可能大家也慢慢开始接受这样的共享出行的方式 在这个方式当中您觉得传统的车企 跟互联网的公司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呢 我觉得其实都可能有 我觉得短期内可能这个合作关系可能更大一些 包括我们和Uber这样的合作 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呢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车企会逐渐进入 移动出行或者共享出行的领域 来开始做一个服务商 那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的车企 在这次的CES上也宣布要转变成一个移动出行的公司 未来要和谷歌和Apple来竞争 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还是蛮有意思 传统车企在这样的这个竞争的格局下面 有怎样的优势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共享出行 首先大家想到的是 比如说利用大的数据来提供 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 这个科技公司有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传统的车企对用户在车内的体验 还是有比较深的洞察的 所以我相信未来尤其在一个相对中高端的领域 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车企对于来涉足 WOWER在这个共享出行领域有怎样的一些优势 我觉得首先在技术上 WOWER已经试图把我们的车都做到了 能够准备好了为这个共享出行 在服务方面WOWER在北欧以及在欧美 再逐渐推出我们的一个叫Sunfleet 移动出行的一个业务 未来我们在中国也在考虑 如何来进步这样一个领域 那么WOWER在中国方面 共享出行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呢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XC40的共享 在中国也可以做到 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可以基于 比如说腾讯的微信的小程序来做到共享 所以我们在技术上能够使共享变得更容易 我们相信在未来这个共享出行 会有更大的一个需求 好的 非常感谢AUX专业的解读 让我们在对共享出行的这个领域 有更专业的了解 那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们呢 AUX还会在车云网上发表一系列的专栏文章 我们的VP闯规股呢 也会和车云网推出更多 关于CS精彩的节目 敬请关注